毕福建的星光大道捧红了好多的人,也曾红其一时,大一哥朱之文就是其中一位,再参加了星光大道,凭借着自己老实人脸面的人设,迅速走红,这也是一个时代变迁捧出来的人,走红之后的大一哥朱之文,像其他明星一样,接广告,参加各种综艺节目,大响也觉得这是网红应该做的, 毕竟出名就是为了挣钱,大一哥也不例外,但是大一哥最近可是苦恼了,大家都知道,网红就像现在的冯席墨抖音之类的,红得快,但是,暗暖下来的也快,当这阵风过去之后,剩下的只是平淡,回归现实的生活,朱之文也是这样的一位,当自己的风头过去之后,朱之文选择回到老家,好好的生活, 并且在这期间,我唯一佩服朱之文的一点就是,回到农村的朱之文,并没有因为特殊的身份而耍大牌之类,反而是帮助自己的村庄里,修马路,建造公园,并且购买健身器材,虽然大家乍一听没什么感觉, 但是,这是一个人做的,而且还是在暗败了之后做出来的,我觉得这份心,作为网红是现在抖音里面所不能比拟的,但是,朱之文也有自己的苦恼,去媒体爆料,自己的村里人并没有满足朱之文所做的,并且隔三差五的去找朱之文,没商量村庄里面的事情,并且让朱之文再次出力, 这可难为了朱之文了,再者,抛开这个压榨的世界,朱之文的家里,每天都有陌生人来骚扰,甚至还有网红开着直播在朱之文的家里,人人都有隐私,朱之文也有为这样的人骚扰,朱之文也是崩溃的,前段时间听说,朱之文在自己的家里,弄了一个大门,但是办法总是有的,每天被人敲门,也是痛苦的, 由此朱之文想到了搬家,更有媒体爆料,朱之文到了村里面的寿楼出看房子,看来,朱之文也是被压榨的没办法了,是啊,人都有一个底线,村民的贪心,以及路人的骚扫,总是对个人的生活带来痛苦,为此,在网络上面有网友说,村民们,都是一群白野狼啊,未不饱的,今天饱了,明天还会饿的, 搬家,远离这些白野狼也好,自己努力得来的,为什么不能自己享受,像对村民说,有些时候,人心是抗暖的,意味的压榨,只会远离你们,人心凉了之后,再暖回来,是需要很久很久的, 搬家就是最好的证明,希望哪些直播的网红有点脸吧,不要在四处骚扰别人,给别人一点亲近,对此,网友们,你们正明看待大一哥朱之文搬家,及村民能压榨路人的骚扰知识,欢迎留言讨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